Hello,大家好,我是Peggy 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 Best or Worst Luxury Shoes Purchases 就是说你买的最成功的和最后悔的奢侈品牌的鞋子 我所说的后悔的那些鞋子是我使用频率不高 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你买了 但是使用频率很低的鞋子就被我归类于买的不成功的购物经历 然后我会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不会经常穿 然后可以给你们一个借鉴吧 并不是说攻击这些品牌 它本身品牌质量或者是做工哪里有不好 只是说不适合我个人 好,那我们就先从我推荐的开始吧 第一双我最常用的一双鞋子 然后我买了两年多 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穿到的一双鞋子 就是它Alexander McQueen的后底鞋 我就拿一只跟你们说 就这个 现在市面上见到的一般都是白色的鞋身 然后白色的这里或者是 然后后面的尾巴是黑色啊 或者是灰色或者是蓝色 我当时买这个鞋子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一个颜色 然后它在打折 然后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穿 它这个后底真的无敌了 就比如说你普普通通穿一条皮裤的那种打底裤啊 然后你再穿一双运动鞋 你会觉得 就觉得腿很短 然后你穿上这双鞋 就秒变大长腿 就是显得你比例特别好 就特别是小腿那一段 特别能显细 然后我就觉得 这双鞋无敌了 然后我一年四季都会穿 然后这双鞋是37码嘛 我当时没有 只有37 没有我36码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双 然后又买了那个一个鞋垫 就在那个鞋垫 就是在那家店里面买了一家 一个鞋垫 定期都会换一个这个鞋垫 就是我买的是那个羊毛的 就很软软的 然后很暖和 再加上垫在下面 走路特别软 特别轻飘飘的 完全不会有什么压力 就穿这双鞋子 你逛街逛个十个小时都没问题 然后推荐你们买 市面上 你们可以去买市面上那个白色的那个 这个红色的已经没有了 停产了 然后第二双鞋子是这个 Cucci他们家的 这个是叫天的那个系列的 我已经买了快一年半了 还是一年了 然后我经常穿 你看这个鞋底 这个鞋子真的很好穿 它这里是有松紧的嘛 看到吗 就这边是有松紧的 然后就是说你不会说 就是插进去的时候会卡住啊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也是全皮的 就还是那种感觉有气垫的那种 你踩上去是那种会弹的那种 就很符合人体那个 就走动的那个脚弓 就是脚底那个形状 真的超舒服 它这里面全是皮的 就穿着的真的很舒服 像踩在那个云朵上面 就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但是比起一般的那个一脚灯 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它前面这里是微微往上扬的 所以很符合你那个脚掌的那个弧度走路的时候 然后这双鞋也不贵 所以我推荐你们买 这个我在那个第一个视频里面 我就推荐过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这一双 Balenciaga的袜子靴 就去年特别火 然后我拿一只跟你们说 它这个鞋子很 就是鞋底很软 我是那种很容易磨脚的人 穿什么鞋子 有时候都会稍微磨一磨 然后穿它真的超舒服 它鞋底巨软 就踩在云朵上面 然后它鞋身是那种针织面的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压你的脚 然后这个袜子靴 这里口是稍微有点就是收紧的 然后但是不会勒到你的脚踝那里 穿这个你跟什么搭都可以 牛仔裤啊什么的 阔腿裤啊七八份阔腿裤穿在它上面一点点露出来 一点点那个脚那里就那个皮肤 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然后推荐你们买 今天再推荐一双我觉得我买个特别好的鞋子 就是这个凉鞋是G2的 然后是一个意大利的牌子 那个全称我不会捏 我会打在那边 是那种简约的一字的 然后配上那种小粗根 就是差不多几厘米 我也不知道几厘米 反正很矮 我穿着就很舒服 然后拍照片最好看 就它是那种金色嘛 其实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说 我们都是黄皮嘛 然后你穿上这种金色的这种鞋子 它会显得你的脚特别的 就特别会衬你的肤色 就比如说你穿黑色 就会显得你皮肤白 但是你穿金色 就会显得你皮肤 就是有那种 这种鞋子就是长在你脚上的那种感觉 就会衬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这双鞋 我还有一个要推荐的 就是它这个后面这里 它的脚后跟是露在外面的 所以你不会说 就是被这里磨啊磨啊磨什么的 然后它有一个绑带可以调那个大小什么的 然后不会说就是会个着你的脚呀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本身自己的问题啦 就你看它前面这里不是一字的嘛 我的脚掌这样伸在这里的时候 走的时候就这里会磨到 然后因为我皮层比较薄 只要轻轻磨那么几下 就就是已经会出血的那种 然后所以我每次穿这种凉鞋啊什么的 都会在我老公包里面放一双拖鞋 这样的话你脚 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就把它换上 然后平时走的话你就穿拖鞋 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下面这双靴子 是我以有生以来最爱的一双靴子 就是这双 就是GZ的那个 机车靴 这双靴子 是我在打五折的时候买的 就据划算 首先价格就很划算 然后它是黑色的嘛 那种牛皮的 然后很耐造 什么雨水啊 什么刮痕啊 完全不怕 然后我穿了小半年吧 就上一个冬天 我一直在穿这双鞋 我每次穿就会有人问我 这个是什么牌子 然后在哪买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我打折的时候 买的已经没有了 然后它就有一个 很浅浅的logo在这里 但基本上不会很注意到 然后它是那种像马丁靴一样 就系袋子的 就会显得你的那个比例特别好 显得你那个脚踝那里特别细 然后它这里侧面有个拉链嘛 所以你不用那么麻烦去系鞋带啊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这双鞋 我可以放几张照片在那里 让你们看一下 有一些机车靴就穿上去会过于那种酷 那种酷的感觉 但我又不是那种很酷很冷的那种人 我是那种一秒钟不说话不笑就会死的那种 所以说就是太冷太酷的靴子 对我来说完全不适合 然后这双靴子它穿在脚上就不会说那么冷 然后其实也是那种日常啊都没问题 就算你上面穿一个正常的毛衣 然后下面穿个打底裤 你穿这个靴子都不会觉得有违和感 关键是它还特别好穿 我之前买过靴子就是特别会磨脚 就磨得不行 然后走路吧就走差不多两个小时 那个鞋底那里就特别特别硬 就像石头一样就像踩在石头上面 所以就 但是这双就不会啊 我觉得GZ家的鞋子还是值得投资的 然后下面要说一些就是 我有些是后悔买的鞋子 有些是就是使用频率不高的鞋子 第一双就是这个JAMMY TRUE的这双 高跟鞋 这双鞋真的很美 可能在视频里面感受不到 它这种你看这个细跟上面都是那个金属感 然后这边鞋面上是那种 它其实不是钻 它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是 就像那种金属的那种皮一样 然后有阳光下 它会就是它会被反射的bling bling的那种 我买来是打算在拍婚纱照的时候穿的 但是我就一次没穿过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拍婚纱照 所以我就有点就是觉得有点浪费 因为我还看中了其他好多双婚鞋 就拍婚纱还有婚礼的时候穿的 所以我就有点后悔 就其实不是这个鞋子本身的错 是我自己的错就是洗心厌旧吧 下面就是要说这双香奈儿的渔夫鞋 然后这双鞋就是挺经典的 然后皮面的里面也是皮 我觉得就穿上去很舒服 然后前面是草边的 其实我对它打分是70分 如果买分是100分的话 主要我想吐槽的就是它这个底 但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我感觉 它的使用感受没有说跟它那个品牌的定位一样 high level就有一点点失望吧 其实不是说对它那个后悔买 只是说对它的要求太高 然后失望下来的话就会越大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这双Church的小皮鞋 曾经很火嘛这双鞋子 就是那种经典的牛津花纹 就英伦风十足 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手工做的嘛 然后质量啊皮子啊都特别好 但是这个皮子太硬了 就你们在镜头面前能感受到吗 巨印 我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第一次穿的时候 我说这是新鞋 所以你必须得跟你的脚磨合嘛 然后我就磨合了呀 我磨合了三次 就是每次都惨不忍睹 然后不是有一个磨脚膏吗 防磨脚膏 我擦了也没有用 然后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而且它的底很硬 就是你走路 它不会说跟着你的脚这样 这样有弧度的这样走 它是这样的 让你这样走 所以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累 我想想被它折磨的那段时间 我就想哭 而且他们家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是我真的后悔买的一双鞋子 但是我很喜欢它 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还会买回来 然后再后悔 就是这种 我买的是一双Valentino家的 他们家这个经典款吧 我买的 就是这是几公分 五公分还是几公分 反正很矮这个根 然后前面是尖的 是那种裸色系的 然后三环 三个环 穿上去显得你的脚特别细 特别长 就是特别瘦不是长 然后显得你的肤色真的被衬托得非常好 然后上脚非常好看 但是就不适合我穿呢 你穿着它走路 差不多走十分钟还OK 走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 就我个人啊 走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 小腿就开始肿胀 就是不是一般的肿胀 是肿到什么程度 就你小腿本来这么细 你可以肿到这么粗 我就真的太难受了 然后我一般都是夏天穿它嘛 夏天呢 它这个里面全是皮的 然后它这个是尖头 所以我走着走着脚会出汗 一出汗就容易那个就是粘着 然后就会一直往那个鞋头那里挤 然后再加上这个根是细的嘛 然后哎呀就一直往前面挤 挤得我真的特别难受 我脚前面又是比较宽的那种 所以每次穿这种尖头鞋 我都生不如死 但是拍照好好看 所以我还是一直在穿 但我挺后悔买的 因为如果我不买我就不会痛了 接下来我还要吐槽一个鞋子 但我也挺喜欢它的 我是被它的颜值所征服的 就是这双MB的 这个鞋子很美 它是这种香槟精 然后阳光直射上去会那种 bling bling的那种 然后它是那种淡金色嘛 所以会衬的我们这种黄皮 就是亚洲人的黄皮肤 特别好看 真的像这双鞋长在你的脚上 但我一次没穿过 因为它穿着不是很舒服 这里很硬 就之前我看那个片方 就是说在这里拿点醋揉一揉 但是我揉了一下 没什么用 我就在家里试了一下 因为我hold不住高跟嘛 我之前买了一双这个断面 他们家经典款断面的那双黑色的 是我打算在英国毕业典礼上穿的嘛 然后买了一双10公分的 10.5吧 我真是作死呀 然后那双鞋一次都没穿过 然后在我国内的家里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就不能买那么高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低根的香蕉根 然而我也不适合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们家鞋子 没什么缘分 他们家这个前面坐得特别尖 然后 好看是好看的 真的很有女人味 但是就不适合我 就只是不适合我 所以我挺后悔买这双鞋了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应该会买一双平底的 但他们家平底好像我穿着也不怎么样 但肯定会收一双他们家鞋 就怎么说呢 就作为年轻的纪念吧 这些就是这个视频所有的内容啦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请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 谢谢你们 拜拜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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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